同学们好,今天老师要教你们练习课第五课B本 请你们打开第二课上餐馆第一页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现在打开练习B课 打开第一页 第二课 星期一 第一部分写一写 每一个字要写上拼音和声调 然后每一个字要写三遍 接下来 第二页第二部分选词与填空 来,老师读一遍,你们跟着老师读 茶 学校 钱 饭 同学 菜 好,老师给你们一个例子 吃什么 吃 吃 吃饭,你们记得呀 把这个汉字写在这里 明白了吗 好,这个离开,离开什么 你们写上答案 花 花什么 把答案写下来 点 点什么 把答案写下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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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把答案写下来 等 等什么 好,把答案写下来 明白了吗 接下来 打开第二页 第三部分 画出下来 画出下列 下列 剧中的错别字 把正确的字 写在括号里 写在括号里 首先我们先读第一的 跟着老师读 比如 餐馆里 人很多 空位置很少 这道题有没有人看得出哪一个字是错的 对,是这个 把它圈起来 然后把正确的答案写在这里 然后呢,还有哪一个字错的呢 对,把它圈起来 然后把正确的答案写在这里 我们继续读第二的跟着老师读 我们 点了鱼汤 还有 鸡蛋炒饭 味道好极了 大家 都吃得很饱 第三 中餐馆的菜 可多了 有鱼 有肉 还有 各种海鲜 第四 第四 这顿饭 才花了 二十多美元 第二 第三 和第四 你们先在家里自己做 明白了吗 好 好 接下来第二 第二 第四部分 照例子 连一连 然后主词语 跟着老师读 老师读一遍 你们跟着读一遍 餐 美 美 好 国 味 街 鸡 家 到 管 担 圆 吃 者 这 好 这个老师给一个例子 国 什么 国家 好 把它连线了之后呢 在下边写上他的他的词语 剩下的呢 你们自己做了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四 月第一部分 星期二的 写一写 每一个字 记得写上 拼音和声调 每一个字写 三遍 剩下的 你们剩下的 你们自己在家里写了 星期三的 第七月第一部分 写一写 每个字写上 拼音和声调 然后 每一个字写 三遍后边的 不需要再写了 好 接下来 第七到第八月第二部分 读拼音写汉字 老师给一个例子 想念 想念的想是怎么样的 对 是这个想 想念的想 写上汉字 喝汤 喝汤的汤 怎么样写 写在这里 炒面 炒面的炒 怎么样写 写在这里 青菜的菜 怎么样写 写在括号里 香味的香 怎么样写 写在这里 括号 吃汤的汤 吃汤的汤 怎么样写 好 写在括号里 草地的草 草地的草 草地的草怎么样写 写在括号里 财 才能的财 把 答案写在这里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 第九耶 第六部分 连词 连词 成句 老师已经写在这里了 红线的打叉 不用做的 我们只做第一和第四 跟着老师读第一的 财 这顿饭 了 二十 美元 花 多 好 现在我们要排哪一个是第一 第二第三的 好 第一的 这顿饭 第二 财 第三 花 第四 了 第五 二十 第六 多 第七 美元 好 然后我们把答案写下来 这顿饭 才花了二十多美元 记得后边加上 句号 明白了吗 第四个跟着老师读 一会儿 了 得 来 方 方 才 好 第四的 第四题的 你们自己做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 第十二月 第六部分的连词成句 打叉的 不用做 我们只需要做第一和第五 跟着老师读第一的 把 得 我们 我们 都 吃 很 好 我们要写上哪一个是第一第二第三的 第一的是 我们 第二 都 第三 吃 吃 第四 得 第五 很 第六 饱 然后我们把它的答案写下来 我们都吃得很饱 记得写上句号 明白了吗 好 第五题的老师读一遍 你们跟着老师读 大家 漂亮 都 得 化 很 好 你们第五题的自己做了 明白了吗 打开第十四页 第三部分 选词语 填空 老师读一遍第一个 第一得 你们跟着老师读 汤 茶 菜 饱 包 好 老师先教你们一个例子 第一得 跟着老师读 我今天 去中餐馆吃饭 吃得很 很什么 hari ini saya pergi ke restaurant Chinese makan saya makan dengan sangat 什么 对 吃得很饱 dengan sangat kenyang 第二得 这个 老师读一遍 你们跟着老师读 妈妈 今天做了 很多中国 中国什么 你们自己填了 亮亮说 她最喜欢 喝蛋花 喝蛋花 喝蛋花什么 你们自己填 昨天 我去文具店 买了一个书 一个书什么 你们自己填 你自己填 叔叔 请喝 请喝什么 你们自己填 好 第二个题呢 我们一起做 来 先跟着老师一起读 顿 顿 个 双 快 挑 到 第一个 跟着老师读 一 斜 好 一什么斜 一双斜 跟着老师读 一双斜 接 接下来的 三 鱼 三什么鱼 对 三条鱼 跟着老师读 三条鱼 四 鸡蛋 四什么鸡蛋 三 四个鸡蛋 跟着老师读 四个鸡蛋 三 饭 三什么饭 三顿饭 跟着老师读 三顿饭 好 接下来 二十 钱 二十什么钱 对 二十块钱 跟着老师读 二十块钱 最后得 一 菜 一什么菜 一道菜 跟着老师读 一道菜 很好 好 接下来 第十五页 第五部分 连词成句 我们只需要做第二和第五道题 打叉得不用做 明白了吗 来我们先读第二道第二题的街道 跟着老师读 有 宽 这条 右 右 好 我们把它排一下 要写上数字啊 哪一个是第一第二的 第一的 这条 第二 街道 第三 右 第四 长 第五 右 第六 宽 我们把答案写下来 这条街道 又长 又宽 后边要写上 句号 明白了吗 第五题的老师读一遍 你们跟着老师读 离开 我们 犯寡 答案 D 高高兴兴 了 好 这里的D呢 其实它是读的的 但是这个有两个读音 可以读D 可以读的 但是在第五题的这个呢 读的 明白了吗 好 第二课的练习到这儿结束了 记得教授你们的作业哦 再见同学们